让草草的身体不学习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在罗马书8章38 39节这边写道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我们一起来敬拜 人算什么 你已经顾念他 是人算什么 你已经全顾他 你自下荣耀尊贵 作为他冠冕 是地上万物 都复复在他面前 我算什么 你已经顾念我 我没做什么 你去追恋我 当我为你出生一切 你先爱我 你先爱我 为了我打造 找书的人生路 当我抬头 勇望你手藏的天 甚至你多么爱我 我愿超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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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困苦 死云有孤 死云有孤 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 我愿超过一切 我愿超过一切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你已经顾念我 我没做什么 你却垂炼我 我没做什么 你却垂炼我 当我为主神一切 你先爱我 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 当我抬头仰望你收藏的天 甚至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 患难恳苦 死亦有苦 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和缘 当我放下自己 却靠你怀里 我的力却越唤醒 不停在美丽 耶稣基督 我的教主 你当把全书为了我的生命 神宿 神宿 我每次来宣绕不再悲伤 不再悲伤 不再彷徨 你的爱拥抱我 择开了一切 我深知到 世上所有 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和缘 不再悲伤 不再彷徨 你的爱拥抱我 择开了一切 我深知到 世上所有 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和缘 当我太早 仰望你收藏的天 神知你多么爱我 远超过一切 你的爱拥抱我 择开了一切 我的困苦 似乎有苦 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和缘 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和缘 让我放下自己 却靠你怀里 我的力却越唤醒 不停在美丽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你的保释是为了我的生命 耶稣 谢谢亲爱的主 在我未出生以前 你就已认识我 先爱我 顾念我一切的需要 以丰盛的祝福我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事物 可以使我与你的爱隔绝 为着你在我生命所做的一切 我献上深深的感恩 谢谢主 你听我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真的好像师哥所说的 人算什么 神祂既然顾念我们 世人算什么 我们的上帝祂竟然眷顾我们 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起床的时候 还有一口气息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从心里面 打从心深处 要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 真的是祂的怜悯 真的是祂的救赎 真的是祂的保护和保守 好让我们每一天都好像可以活在祂的恩典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6章的第4节到第10节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 我们需要天天的 天天的让神的话充满我们 今天的经文这样子说 耶和华他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面来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 到了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 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 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尽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 我们要天天来充满神的话 神的话是什么 我们常常会说神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粮食 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 他们好像在旷野地 因为找不着食物 没有食物吃 他们饥饿 所以他们就向上帝来发怨言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属灵上面的饥饿 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的饥饿 一发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们也是时常会向上帝来发怨言 我们会觉得神啊 我明明就很爱你 神啊我明明就相信了你 可是为什么我这个不顺我那个不好 我这个人与我作对 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当我们属灵上面饥饿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怨言 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很能够明白 因为当我们肉体饥饿的时候 没有吃饱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头昏 眼花 心情不好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因此其实上帝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属灵需要时常来 自己要来把它吃饱 所以对于神的话呢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 对于神的话 我们需要从偶尔吃 来转成天天的来吃 今天的经文第四节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出去怎么样呢 是每天收每天的份 他说我好试验 他们有没有遵守我的法度 弟兄姐妹 我们在患难的时刻 真正的倚靠我们知道 就是耶和华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 更长的来寻求耶和华 所以对于神的话语呢 我要鼓励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不是偶尔吃 我们需要天天吃 对于神的话不是突然想到了 我才来吃神的话 不是好像饿了 我才来吃神的话 乃是我们需要天天的吃 并且要定时定量的吃 我也在想 为什么神告诉他们 要每天收每天的份 为什么要天天吃呢 神我要说 神他每一天都亲自 为你为我预备了那些 最营养最需要的食物 也就是上帝的话 这一个上帝为你所调配出来的食物 是你那一整天 是你那一整天最需要的养分和供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每一天呢 其实所需要的可能都不一定相同 也许你这一天 你最需要的是勇气 也许你下半天 你最需要的是鼓励 也许你的明天 最需要的是一个安慰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 人真的是很特别很奇妙 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所需要的都不一样 也有可能你等一下 最需要的是智慧 我们的需求 我们所需要的 变化的太快 太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 只靠一周 来听一次牧师的讲道 来喂饱 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是好像一个礼拜 跟一个属灵同伴 一次的祷告 然后就来过完你那一周 甚至是那一个月的生活 弟兄姐妹 这样子太吃力了 这样子太辛苦了 我们会撑不下去的 弟兄姐妹 对于神的话 我们需要天天吃 因为神每天给你的话 美食给你的话 是营养又丰富的 神每一天给你的话 是很均衡的 是很健康的 是让你可以心灵很舒畅的 诗篇就告诉我们诗人说 我趁天未亮的时候 我就仰望你的言语 为什么诗人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要来仰望神的言语呢 因为他真知道 他的这一天 天将亮了 这一天即将要开始了 如果没有神的话 来帮助我 我会走得很辛苦 我会走得很吃力 这里经文也继续告诉我们说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弟兄姐妹 他们出去是到哪里去呢 是到营外 到他们的房子之外 旷野的地方 他们要在那里去捡 神给他们的粮食 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的 弟兄姐妹 神的话给我们 我们还需要去取得 神的话不是就这样 砰就掉到你的头上 然后你嘴巴一打开就掉进来 不是耶 如果你只靠那一颗 你也没办法过完你的一整天 神的话是需要我们付出劳力的代价 我们需要每一天去行 每一天去读 每一天去领受 是一天又一天的 是每一天领受的 弟兄姐妹 你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话 来供应我们 使我们真实的得着力量 神的话是天天要充满你 要天天充满我们的 当神的话充满我的时候 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知道 神的供应 是从早晨到夜晚的 这里的经文 耶和华晚上给他们肉吃 早晨给他们食物得饱吃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地的时候 他们饥饿 但是神不断的供应他们 这里告诉他们说 晚上会有鞍唇 这个肉就表示是鞍唇 早晨的食物是什么 就是马拿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 在旷野里面 怎么会有鞍唇可以吃 是他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 甚至要说他们好像是 向上帝抛远的时候 上帝就从海边吹大风 把那些鞍唇都吹到 他们的营去的地方 结果他们还不用去打鸟 那鞍唇就飞过来 就直接掉在他们的营外 弟兄姐妹 上帝供应他们 晚上有得吃 白天也有得吃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间 神让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不断的保护他们 从白天到晚上 白天有马拿 晚上有鞍唇 白天太阳很大 有云柱 晚上很冷 有火柱 圣经也说 他们的衣服 没有穿破 鞋子也没有穿坏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菲利比书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必照着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的 都充足 弟兄姐妹 掀起来 得着神的话 天天来领受神的话 我们就能够真的知道 神在我们的道路上 把一切所需用的 都给了我们 好不好 今天早上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纪律的 来渴慕神的话 来遵行祂的话 好洁净我们的生命 洁净我们的行为 我们藏神的话 在我们的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了祂 愿神照着祂的话 使祂的慈爱 祂的救恩 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要来宣告 我们要天天渴慕神的话 天天吃尽神的话 叫祂的话 使我们的脚步 能够来稳当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绝书我们感谢祢 绝书我们需要祢的话 天天来充满我们 主要我们因此要这样来祷告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递定一个计划 有纪律的来渴慕祢的话 来遵循祢的话 主要叫祢的话来接近我们的行为 接近我们的生活 主要不要唱祢的话 叫祢的心灵 主要命令我们得罪了祢 主要让祢的话 所为我们将前的生 叫祢的心灵 主要求祢的心灵 主要能够来 祢的心灵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祢会被祢的话 祢的心灵 祢的心灵 走在祢的心灵 再和醒我们的祢 祢的心灵 谢谢祢的心灵 主要求祢的心灵 是亲爱的主 我来到祢的面前 主要谢谢祢 谢谢祢 因为祢的话语 主要是我生命的粮 主要你说 祢的话语 主要要来洁净我的生命 是我的生命能够成为 祢所喜悦的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 使我能够天天长出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纪律 每一天清晨 都来寻求祢的话语 好叫祢的话语 来引导我每一天 当行的道路 主要我要再次的宣告 主要你的话语 是我的帮助 是我的力量 主要主要 使我的生命来与祢对齐 成为一个 祢所喜悦的孩子 谢谢我的主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祷告 为着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来感谢神 相信我们所拥有的 都是祂给我们的 为着我们一切 所需的来向祂祷告 保罗宣告说 我的神必照着 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眼光 好来经历祂奇妙的作为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祝祝我们感谢祢 想为我们一切所拥有的 向祢来感谢 祝我们判斜 想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祝祝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当中 祝祝祝没有让我们 和失去一样的好处 祝祝也没有让那个 好像缺乏运到我们的生命 祝我们向祢来感谢 祝祝祝祝祝祝 祝祝祝祝我们 让祝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眼光 祝祝好能够来经历祢一切奇妙的作为 祝祝来帮助我们 谢谢祢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阿爸父谢谢祢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主祢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而且常常按着祢的时候 就供应给我们 使我们在对的时候 领受了祢丰富的恩典跟祝福 向祢献上感谢 神来愿祢帮助我们 天天有一颗谦卑的心 时常数算祢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祢的恩典 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让我们天天在祢的面前 是能够欢喜快乐的 因为祢是蛮有怜悯跟恩典的神 因为祢帮助我们 时常调整我们的心思眼光 知道我们一切供应都是来自于祢 耶和华以乐的神 必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 荣耀的神 祢说祢要照着祢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因此我们天天读祢的话语 我们天天宣告祢的话语 我们要常常在生活里面经历到 祢话语的真实 经历到祢神奇妙的作为 谢谢主 谢谢爱我们的父 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要来宣告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天天充满神的话必经历神成为我们的谋事 神必天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引导 我们开口来祷告 祢说我们感谢祢 祢说我们要宣告 祢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 祢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祢要让祢的话领导我的时候 忧愁就离开我的生命 祢说我要信你的喜乐 祢要来成为我们的力量 祢的话也是我所喜乐的 祢的话也成为我的毛巾 帮助我来判断 祢要让我天天充满祢的话 祢要来经历祢的祈祷 谢谢祢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祢 主啊祢的话语何等的美好 祢的话语何等的甘甜 祢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祢的话语不断的引领我们 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主谢谢祢 祢的话语是我们坚定的力量的来源 谢谢主 谢谢主 主啊祢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更多 渴慕祢的话语的时候 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苦干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赞美祢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天父我们向祢感谢 是祢自己把祢的话 从天上赐给我们 我们要宣告祢的话语 我们要从偶尔吃 转成天天吃 并且我们要经历祢的供应 只从早晨到夜晚的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抬头仰望祢收藏的天 甚至祢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 我难困苦 似乎有苦 也无法将我 也无法将我 与祢的爱合缺 当我抬头仰望祢收藏的天 我难困苦 似乎有苦 也无法将我 与祢的爱合缺 我难困苦 似乎有苦